寻灿 自奉献 玉州影川人 金河南许昌 寻灿是寻玉的小儿子 天资聪颖灵慧 但从小就爱耍叛逆 什么事都要做跟别人相反的事 他的几个兄长都做了大官 他就不喜欢做官 所有的兄弟都崇尚如树 他就独号到家 还批评说 原则六级虽存 故圣人之康比 意思是 诗 书 义 礼 月 春秋 这些经典 是圣人们通往大道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糟粕 他认为真正的道理是不能用言语来传达的 寻灿又年聪颖过人 曾经跟几位亲兄长说自己的父亲寻玉比不上寻忧 几个兄长当然不高兴 当场跟他争论起来 结果跟几个兄长胜负各伴 几个兄长联合起来居然说服不了一个小孩子 这件事情可以知道寻灿离经叛道的个性和口若悬河的口才 中国从诗经开始 天下有威德名望的学者 在谈论美女时 都强调外貌 姿态 德行的统一修养 强调得重于财 财重于色的也不乏其人 但没有人敢向寻灿公开跳出来说 妇人德不足称 当以色为主 意思是 女人才德和智慧都不足以让人讨论 女人还是以姿色为主就好 先不说她这种观点是对是错 小编觉得她这种行为是毫不掩饰 当然 你也可以觉得她只是一个小屁孩在哗众取宠 吸引别人的注意 但是 寻灿轻蔑女人的言论 确实引起舆论界议论纷纷 当带个大政论节目 八卦论坛 便如火如荼的开始批评寻灿物化女性 这个时候 当时的名士 裴凯 赶忙跳出来打圆场 曰 此乃是心道之事 非圣德言 继后人未媚此语 意思是 寻灿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圣德之言 希望后世的人不要误解寻灿说这话的真意 裴凯不跳出来打圆场还好 寻灿看到当代超级美男子跳出来说话 看你的个性马上发作 他听说标记将军曹红的独生女长得香艳美丽 就纠缠父亲徐玉上门提亲 曹操底下第一大城徐玉上门提亲 对曹红来说也是求之不得 曹红高兴地打允了这门亲事 寻灿如愿抱得美人归 也顺手打了裴凯一巴掌 致得意满的寻灿高调地办理了结婚典礼 灿别传详细记载了寻灿这场婚姻 灿于世聘焉 容浮为账胜利 专房宴晚 意思是 寻灿筹办婚礼 虽然自己家里家里很多 但小两口结婚之后 寻灿就只专宠曹红女儿 夫妻相爱甚度 就这样相爱数年 寻灿的妻子得到热病 热病就是因不明原因导致全身高热不退 这在医学部发达的古代 因为没办法找到病因 就没办法对症下药 医药无效的情况下 寻灿在大冬天脱光衣服站在雪地里 等自己身体冻僵了 再急忙跑进屋里抱紧妻子 帮妻子降温疏解痛苦 可叹造化弄人 寻灿的妻子还是网生了 寻灿的好友 复古 前往吊丧 见寻灿没有哭泣但神情却极度悲伤 便问道 女子以财色并貌最为难得 你选择的对象是轻财得而重姿色 很容易再得到 现在为何这么悲伤呢 寻灿回说 家人难再得 我妻虽然不算倾国倾城之色 也不能称为容易得到 于是 寻灿痛苦不能停止 一年多后也就跟着网生了 当时29岁 后人每说此事 都对寻灿用情过度讥讽嘲笑 刘一庆更将此事收入到 是说新语的逆货篇 用以告诫后人 小编却觉得 也许专情是寻氏家族的遗传 寻玉娶了太监的女儿 而且终身不弃 虽然寻灿有很多似寝的美女 但在遇到心爱的女人时 也能专情相爱 寻灿与琪琪虽然短命 但也算是恩爱一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